一线这儿出去了 准备换上7号韦诗豪 商店补时6分钟 主要也是因为之前 有过点球判罚 到最后的视频回放 取消点球的判罚 所以消耗了比较长的时间 东爸爸 圈顶 扛人之后把这球做回来 硬往进距离闯 结果球出来了 看这头 结果没想到 混乱之中 北京广队一脚 把球打进了自家的球门 对于小海生花队来讲 这真是 运气好啊 是 混乱之中 北京广队后防线压力太大 这一下大脚解围 像射门一样 直接把球轰进了自家的球门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我们看 新上场的韦诗豪 这个恐怕也是让施密特完全没有想到 对 场上北京官队其他的球员都有些有些懵了 有些发目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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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